少年本是一位日更漫画家 为了生活每日白天上班 晚上画漫画更新 和所有打工人一样 过着007的射出生活 今天晚上 少年依旧在努力地画着漫画 然而少年的大脑 扛不住这样的高强度工作 直接罢工起来 随后少年眼前一黑 身体像桌上的画板倒了下去 灵魂前往西天取经去了 此时 另一个世界不知名的森林内 一位少年缓缓地睁开双眼 少年在意识恢复后 立马惊觉地坐了起来 我不是死了吗 我这是在哪 少年茫然地看着四周的环境 希望能发现些什么 好知道自己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看到头顶上有断掉的绳子 自己身上也有绳子 轻声说道 原来我刚刚在上吊 听到自己说出的话后 少年今生大喊起来 不对不对不对 我为什么会上吊 看着四周黑漆漆的陌生环境 少年大喊道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我他瞄的是被外星人绑架了吗 就在此时 少年的眼前 亮起一个耀眼的光点 四周不断地有光弹汇聚回去 丁的一声 一个系统见面出现在眼前 恭喜你 成为身体的宿主 你可以开启自律任务 是否开启 少年看到系统后惊讶起来 宿主 这是外挂升级系统 世界真的有这种事情 丁 系统见面显示 是的 有的 见系统能对话 少年追问起来 这是和漫画里面的升级外挂系统一样 可以让我无限变强吗 丁 系统嘲讽到 不可以 你在想屁吃 但是我可以让你变得更优秀 跟我一起自律起来 少年看着界面的文字 升级的不行 一个系统转什么转 真让人不爽 此时少年 想起这句身体原主人的记忆 少年名叫李诞 是个闷狐 因为很患上了抑郁症 所以才上到自杀 在得知原主人为什么死后 李诞额头青筋抱起 也太小题大做了 你倒是赚够钱再去死啊 混蛋 此时系统发出提醒 所以 你是选择接受自律任务 还是拒绝 李诞立马决定 接受自律任务 既然你选择逃避 那我就用你的身体过上 让你后悔的人生 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呢 天涯海阁的所有山峰上 到处都是催促的声音 快点 快到时间了 去晚了就没有位置 今天可是第九十九天啊 只见天涯海阁内 众多弟子用出不同的手段 不约而同的 向主风之一的 英洛峰半山腰处飞去 此时的英洛峰半山腰上 已经有许多弟子 在这里等待了 相互交流 今天也有好戏看吗 会有结果吗 英洛峰大弟子 陆诗瑶静静地 站在山腰一个高台上 看着下方的人群 正在等待着什么 此时人群中有人大喊 来了来了 只见李诞 在众人的注视下 缓缓向山腰上的陆诗瑶走去 李诞 为什么会成为这次的组绝呢 因为李诞在获得自律系统后 系统发布的第一个任务就是 向陆诗瑶表白99天 每天99句情话 今天正好是最后一天了 我深吸一口气后 看向陆诗瑶 大声地说出 准备好的土味情话演讲 随着我的演讲开始 在场的许多女子 听到我的演讲后 都感受到我说的土味情话中 蕴含的爱意 受不了了 我要嫁给她 给她生猴子 还有许多男弟子 直接将我封为了情圣 用笔将我的土味情话 一句句的抄写下来 在听完我的土味情话后 陆诗瑶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只是淡定的 看着下方的我 正当李诞在山腰表白时 山顶一个凉亭内 太华丰丰主 和阴落丰丰主 正在下棋 太华丰丰主 田震开口道 你那徒弟有点过分了 都99天了 你就当轰轰我那车 帮帮忙吧 阴落丰丰主 朱云回答 怪我咯 他平日就是个闷葫芦 谁知道他这次会坚持这么久 田震继续开口 坚持这么久 落得一个空 这打击可不小啊 而且 我家那口子 可是很联系他的 朱云云无奈地站起身来 罢了罢了 我去说说就是了 免得伤了我们两宋的和气 朱云云刚准备走 突然一转身看着田震道 你可不能趁我不再悔气 田震赶忙回答 怎么会 我是那样的人吗 见田震答应不悔气 只见朱云云运转起法力 他的身影便渐渐消散 去劝说自己的徒弟了 男人猝死穿越后 获得自律系统 第一个任务 就是连续向美女表白九十九天 此时阴落风上 众人七嘴八舌地劝说着 陆诗瑶都九十九天了 石头都该捂热了 难得有那么痴情的少年郎 此时一道声音响起 大家稍安勿躁 只见朱云云出现在陆诗瑶的身后 让众人瞬间安静下来 见阴落风的风主都来了 众人开始期待起来 师尊都来了 看来今天一定会有个结果 朱云云是因为受到天真的请求 所以才打算来劝说陆诗瑶的 朱云云开口道 石瑶啊 话还没说完 陆诗瑶打断朱云云 师尊无须多言 弟子知道你要说什么 明天是他来的第一本词 我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案 随后转身向朱云云行礼 弟子还有事就先行告退了 朱云云正想说些什么 陆诗瑶并没有理会 轻轻一跃就捧空而起 离开此地 见陆诗瑶没有给任何答复就走了 众人又开始七嘴八舌地说起来 让朱云云感觉到无比的尴尬 见众人议论纷纷地 朱云云羞怒起来 吵死了 一个个很闲吗 天天在这里看热闹 不知道谁说了一句 师尊已经开始无能狂怒了 朱云云指着众人怒道 啰嗦 明天无论如何 都会给你们一个交代 散了散了 待众人散去后 朱云云赌气的扭头看向山顶 这下你满意了吧 此时的山顶上 田正看着山腰发生的一切 很势无语 搞什么 完全没看到一点进展 此时李丹并没有任何沮丧 因为他终于完成系统发布的第一个任务了 恭喜宿主完成系统任务 奖励洗嘴丹一颗 顾本丹十颗兵心御手串 洗嘴丹 顾本丹可是各封大笔第一名 才能获取到的好东西 最好的还是这兵心御手串 这手串能防止心进步 李丹见奖励已到手 心里已经有了打算 今晚就服下丹药 开始突破吧 就在此时 田正一个闪现便到了李丹背后 大二 失败了没关系 今成所致 今时为开吗 现在各封对你我的评价 都是高度赞赏 说我收了个好徒弟呢 不要灰心 坚持下去 明天或许就水到渠成 道德美人归 当年师父 我有你的意理和不要脸的话 如今就 田正立马用手捂住自己的嘴 卧槽 我在说什么 一不小心就说错话了 田正稍作整理后继续说 一百是个好数字 明天师父会带着太化风 所有人去为你加油的 李丹听完田正的话后 想田正说 多谢师父 明天我就不去了 听到李丹说 明天不去了 田正整个人直接识话 不去 那我今天劝说朱师妹 不是白瞎了 昨天晚上 田正劝说李丹 不要放弃 继续去表白 却得知李丹不去表白了 太化风大殿内 田正在屋内即的来回夺步 我都豁出老脸 给你走后门了 你竟然不去了 想到自己的朱师妹 如果得知李丹放弃的话 自己可是扛不住 朱师妹的暴走 思虑再三 田正还是决定 前往李丹的住处 去看看自己的徒弟 顺便劝说下他 田正刚到李丹门前 屋内就传出一阵臭物 李丹不会因为表白失败 而戒酒消愁 然后喝醉后 扑了一地吧 那我现在进去 岂不会让他难看 田正在一番瞎推测后 为了不让自己的弟子难看 还是决定不进屋 直接离开这里 时间渐渐来到表白的时间 一如往常一样 众多弟子和陆世瑶 来到英洛峰的山腰处 等着李丹今日的表白 与此同时 李丹在太化风上的 一条小河内洗澡 洗完澡喝一杯牛奶 真舒服 没想到 昨天晚上使用 完成任务的奖励 竟然让我一口气 从宁气三层 突破到宁气六层 真是大收获 就在我感叹时 系统再次发布新的任务 坚持一个月 每天做三顿饭 任务完成 奖励神秘天赋 见新的任务发布 李丹便找到田振 世尊 徒儿得到不少 美味的料理食谱 我想要学习做饭 然后给四位师兄吃 田振听到李丹 要学习做饭 立马想到 难道这小子没有放弃 只是换一个思路 追求陆世瑶 想到这 田振便答应了下来 你可以让你师娘 教你做饭 但是你的修炼 也不要落下 田振看着李丹 惊讶地发现 李丹的修为 和昨天比 完全进步了一大截 这是传说中的 看透红尘的大彻大雾 极致升华 竟然直接从宁气三层 升到了宁气六层 有这么玄吗 建田振同意自己学做饭 李丹便向田振告辞 准备离开 徒儿先走了 师尊宁忙 夜幕悄悄地降临了 此时阴落风山腰上 陆世瑶依旧在这等待着 等着李丹今日的表白 此时在山腰等待的 众人议论 时间早就到了 难道但神放弃了 看来李丹是伤透心了 以后都不会有表白了吧 就在众人议论时 朱宇云出现在陆世瑶背后 回去吧 他不会来了 你填诗书 说他放弃了 陆世瑶在一阵沉默后 放弃了挺好 这样我就不用 有什么负担了 师父 我最近凭尽有些松动 我就先回去修炼了 朱宇云叮嘱到 要放平心态 要怪就怪那小子没有福气 你安心修炼 见陆世瑶离开 众人不平起来 熟悉的配方 熟悉的味道 灭绝师尊 欺压爱情 听到众人说自己 朱宇云大喊起来 哎呀呀 真是的 这到底要怎么办吗 李旦接受到 新的自律任务后 来到太化丰造房内 跟自己师娘学习做饭 此时造房内的温度 渐渐升高 李旦神情明重地 看着自己的右手 正努力地控制着 右手上的熊熊烈焰 见李旦控制得不错 李旦的师娘夏婉容 左手控制火焰开口道 保持住 这就是控火术的精髓 做饭最重要的 就是控制住火 我知道了师娘 但是这火不用了 该怎么灭 李旦挥舞着 自己着火的右手 呼声问起自己的师尼 在李旦的不断练习下 李旦终于能将火焰 会聚在手掌之外了 夏婉容打聚起李旦来 没什么大不了的 生活就这样 转变思路 从做饭抓起就挺好的 你打算学多紧 我给你做个计划 李旦见师娘认为自己 还要追求入师窑 只能尴尬地回答 我打算学 一个月就行了 一个月吗 时间有点短了 不过教诲你两道拿手菜 保证不难吃 还是可以的 正当李旦与夏婉容交谈时 天空中传来一声大喊 让二人看向天空 小师弟 师娘 咚的一声 只见李旦的三师兄陈海 降落到二人面前 见过师娘 小师弟 见陈海落地 将地板弄碎 夏婉容一脚 就将陈海踢倒 老娘说了多少次了 不要踩碎地板 在被夏婉容揍了一顿后 陈海顶着自己的猪头委屈道 我这么着急 是因为出大事了 夏婉容询问起来 什么是啊 大惊小怪的有事体统 大事件 阴落风的一群女弟子 说是要找小五 我让他们在山下等了 说吧 拉着李旦 就向山下走去 李旦来到山下 立马被阴落风的女弟子们围了起来 他们都是被李旦 坚持九十九天的表白打动的 见李旦昨天没有去表白 今天便来安慰李旦 让李旦考虑下自己 李师弟 你别太伤心了 这件事 我阴落风做的不对 我给你赔礼道歉 师姚师妹 这次做的确实过分 没事啦 阴落风还有大把妹子让你挑呢 面对阴落风女弟子的安慰 李旦又不能说 是因为任务完成才不拘的 一时间没有任何的办法 三师兄 三师兄 想想办法呀 陈海却没有理会李旦的求救 忙着勾搭其他女弟子 让李旦很是侮辱 李旦接到新的任务后 跟着自己的师娘 学习如何做饭 没有再去进行 每日例行的表白 第二天 阴落风的女弟子们 因为李旦之前的坚持 很是喜欢李旦 所以追到太华丰山脚下 堵住李旦 并安慰起他 李旦尴尬的向众人说 强扭的瓜布田 我已经放弃了 以后我要专心做饭 啥 阴落风众多女弟子 听到李旦的话后 非常惊讶的问起来 你就这么轻易的放弃了 各位师姐 事情就是这样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李旦不再理会师姐们的话语 拔腿就好 连忙离开这个地 李旦走后 阴落风的诸位师姐 更加喜欢李旦了 真是个女 既然想到做饭这种切入点 他肯定没有那么容放弃 太华丰造房内 在夏婉容的教导下 李旦终于精通控锁之术 今天开始尝试进行烹饪 夏婉容看着李旦做出来的菜 火候掌握得不错 品相也不错 接下来就剩味道 在这之前 有些事需要处理下 只见夏婉容抬起左手 掌心对着门口 迸发出犀利 夏婉容掌心迸发出的强大犀利 让大门咔咔作响 渐渐出现裂痕 轰的一声 大门直接碎裂开 在李旦惊恶的目光下 夏婉容直接将在门外偷听的 陈海和林峰 从门外吸入到房间内 啪唧 陈海和林峰二人 直接趴在地上 尴尬的打起了招呼 嗨 师娘 小师弟 夏婉容用手拖住头 坏笑着看向二人 你们俩在外面鬼鬼祟祟的干嘛呢 正好来尝下小五的第一道菜 听到夏婉容让自己是菜 二人很害怕的大喊 不是吧 心想之前师傅 差点被师娘的黑暗料理弄死 这能吃 阴落风上 众多女弟子之间 一则李旦为了追陆诗瑶 开始学习做饭的谣言传了起来 从情圣到食神 李师弟太浪漫了 陆诗瑶的住宅内 此时的陆诗瑶正在洗澡 希望洗澡能让自己放松 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 在洗完后 陆诗瑶来到窗户前 烦躁 前所未有的烦躁 都五天了 就是静不下心 突破一直遥遥无期 难道我喜欢上他了 深夜的太化风上 一个少年正手持刷子 哼着洗刷刷之歌 帮小龙虾洗澡 刷小龙虾的少年 正式穿越了李旦 没想到这个世界也有小龙虾 但这么好的东西 为什么没人吃呢 正当李旦专心清洗小龙虾的时候 天空之上 出现一位身披黑袍的人 盯着下方的李旦 陆诗瑶身披黑袍 看着下方的李旦 原来谣言都是真的 他竟然真的在做饭 这么晚了 没人陪伴依旧一个人在努力 唱歌打发寂寞 只为了提升自己的服役 陆诗瑶轻轻地落到屋顶之上 坐了下来 静静地观察起忙碌的李旦 陆诗瑶看着下方的李旦 心想 这么兴致勃勃 到底是做什么呢 在看清 木盆内的食材后 那是红焙虫 这玩意儿真的能吃吗 这怕是黑暗料理吧 他真的有在好好学习做饭吗 还是说他想用着饭毒锁 正当陆诗瑶思考 小龙虾能不能吃的时候 李旦终于将所有小龙虾 李旦清洗干净了 便拿出自己的菜刀 准备开始配菜 一阵咔咔声响起 李旦便手持菜刀 将洋葱 大蒜 胡萝卜 辣椒等食材 切成需要的大小 李旦将切好的食材 依次加入到正在沸腾的锅中 锅内立马传出一股辛辣的香味 陆诗瑶看着李旦做饭的样子 才五天就有挺大的禁锅 而且 这味道还挺香的 此时 李旦将热油一泼 刺辣一声响起 李旦的料理麻辣小龙虾 终于完成了 少年将没人吃的红焙虫 做成了异世界料理麻辣小龙虾 李旦品尝过刚刚出炉的麻辣小龙虾后 不由的赞叹起来 太好吃了 就是这个味道 明天让师娘他们尝尝 此时躲在屋顶上的陆诗瑶 闻到麻辣小龙虾的一阵阵香味 怎么这么香啊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快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了 陆诗瑶在麻辣小龙虾香味的不断刺激下 想要冲下去吃小龙虾 此时李旦想起来 吃小龙虾怎么能没有酒呢 厨房好像还有师娘的葡萄酿 正好可以拿来配 李旦立马前往厨房拿酒 见李旦走了 陆诗瑶开始纠结起来 要不要下去偷吃呢 最终陆诗瑶还是没控制住 刷刷刷的几次穿梭 陆诗瑶便来到摆放着麻辣小龙虾的桌子去 陆诗瑶拿起一只小龙虾 去壳后便向自己卷送去 小龙虾刚刚入口 陆诗瑶就被美味冲击到 和隔壁的豹衣食令一样 太好吃了 为什么让我大晚上吃到这么美味的食物 随后陆诗瑶便一口接一口的吃起小龙虾来 吃完还意犹未尽的搓起自己的手指 太好吃了 好奇妙的味道 正当陆诗瑶搓着手指 围围着小龙虾的美味时 远处李旦哼着歌像这边走来 李旦抱着厨房找到的葡萄酿 来到桌子前发现桌上的小龙虾被人偷吃完了 李旦立马抱头痛哭起来 大喊道 就剩这么点了 这是谁干的 随后立马寻找起来 想看看是谁偷吃的 没有 没有 哪来的小野猫 竟然偷吃蛋爷的小龙虾 有本事出来 让我撸一撸 此时逃离案发现场的陆诗瑶 听到李旦的话 有这么性感的小野猫吗 真是太好吃了 明天他送来的话 必须要第一时间拿下 陆诗瑶在偷吃完李旦的麻辣小龙虾后 第二天根本无形突破 只想李旦快点带着太相自己表白 夜晚渐渐到来 天涯海阁十八主峰之一的火灶风上 依旧灯火通明 人声鼎沸 火灶风是天涯海阁的特殊存在 是天涯海阁的公共大食堂 陆诗瑶等了一天 并没有等到李旦的再次表白 很是失落的来到火灶风准备吃饭 看着自己平常最喜欢吃的饭菜 陆诗瑶却没有任何胃口 为什么他没来 他是不是忘记了 想到昨晚麻辣小龙虾的母位 心中又心痒痒起来 非常希望李旦带着来找自己 正当陆诗瑶思绪万千时 不远处的交谈声 将他的思绪给拉了回来 陆诗瑶发现 那二人正是李旦的师兄 陈海和林峰 只见二人大声的交流着 李旦为什么开始学饭 为了做饭付出多大的努力 随着二人的不断描述下 越来越多的人被吸引过来 听着二人诉说着李旦多么的辛苦 众人在李旦两位师兄的描述下 不约而同的怒视起陆诗瑶来 在陈海二人的描述下 李旦成为了一个 因为表白被人无视 所以决定独自一人学习做饭 不愿意向别人请教 陆诗瑶脸红起来 多么让人钦佩的一个人 就在此时 一位女弟子指着 陆诗瑶说 陆诗瑶 你也该给点回馈吧 好男人就是被这样拖 没的 但面对其他人的指责时 陆诗瑶才发现 李旦成寿的比自己多太多 本以为因为他的影响 才导致自己背负了很多舆论压 没想到 李旦独自背负的更多的压 陆诗瑶站起身 想要说些什么时 身后的大门被打开 一道声音打断众人 人不少呀 太好了 围首的男子开口道 大家好 赞下包有为 无名小辈一名 打扰大家吃饭了 就是在李旦表白前 追求陆诗瑶的包有为 他父亲还是火灶风的风主吧 见众人挖苦自己 将自己的丑事说出来 包有为强忍着自己的步手 脸上都轻轻爆起 包有为挥了挥手 身后的人就在包有为背后 展开一个横幅 我这次来 是给他家带来福利的 二十天后 我们火灶风将举办一场 火灶房新菜寻定比赛 天涯海阁火灶房 为什么计划在二十天后 举办新菜寻定比赛呢 包有为向众人解释起来 这几年可能是因为 吃腻了火灶房的菜 所以来火灶房的人 也与日俱见 火灶房为了让大家吃好饭 半年前就让弟子奔赴各州 学习新的菜肴 这次的火灶房新菜 选定比赛 是面向十八疯人员的比赛 我们也会邀请十八疯疯子 和清传弟子作为评委 来决定火灶房的新菜 有哪几种 听了包有为的解释后 众人立马欢呼起来 这些饭菜都吃了十几年了 早就吃腻了 宗门有点活动挺好的 与此同时 太华封上夏婉容 来到厨房找李淡 咦 好香啊 你在做什么好吃的 李淡见识自己师娘 递过去一个碗 师娘 你那个菜我已经会做了 所以就研究一下新菜 将夏婉容请入座后 李淡将刚做的四喜丸子端上桌 夏婉容夹起一块送入口中后 菜肴的美味就冲击着夏婉容的全身 下一秒 夏婉容就被四喜丸子的美味 冲击到豹衣 哎呀妈呀 真是太好吃了 正当夏婉容享受美味时 察觉到门外的异样 看来今天有口福的 不止我一个呀 随后夏婉容抬起手 掌心对着大门 手中发出强大犀利 接着似曾相识的一幕再次出现 李淡的两位师兄 陈海和林峰 再次被夏婉容吸入到房间内 看着摔倒在地的二人 李淡无奈的说 二位师兄下次能不能敲摩 陈海和林峰偷听 再次被夏婉容发现 二人被吸入屋内后 夏婉容询问起 二人为何过来 二人立马将火灶风 即将举办新菜选定比赛的事情 详细的说给夏婉容听 火灶风举办的新菜选定比赛 只要报名参加 经过筛选确定会涨勺 就能获得100积分的奖励 平日大家有很多需要消耗积分的地方 获取积分又很困难 搞不好还容易丢掉信物 只要进入前十 还会获得个人奖励五万积分 获得榜首的直接奖励十万积分 获得榜首不光有个人奖励 其所在的山峰弟子 每次吃饭打五折 期限为整整一年 截至目前 外门那边报名的已经超过400人 这个比赛可是史无前例的热门比赛 听着包友为说的巨大奖励诱惑 众人都开始议论纷纷起 火灶风是疯了吗 陆氏谣听完后 却想到了李淡 如果他拿麻辣红被虫参加的话 应该能取得好名字 他会参加吗 正当陆诗瑶想事情时 包友为来到陆诗瑶面前 诗瑶 各风要挑选一名清传弟子 当评委打分 应洛峰这边朱师伯 推荐你作为评委 这次我也会参加呢 说罢便包友为 便将邀请函递到陆诗瑶面前 陆诗瑶将邀请函接过后 礼貌的回应起来 麻烦了 那你加油啊 我还有点事 我就先走了 见陆诗瑶走后 包友为心想 刚刚那么多人抨击诗瑶 这个时候站出来 吸引大家的注意 帮他解决困境 看来效果不错 看到陆诗瑶当评委 林峰向陈海说 三师兄 看到了吗 陆诗瑶要当评委 这可是个好机会啊 小师弟最近不是在学做饭吗 只要陆诗瑶能尝到小师弟的菜 他们不就有机会了吗 对哦 我怎么没想到 到时候陆诗瑶品尝过后 小师弟的菜后 二人坦诚相待 这不就皆大欢喜了 就算失败了 小师弟才学习做饭没多久 也没人会嘲笑的 他也可以放弃 学做饭专心修炼 说吧二人便找到火灶风的地 帮李诞报名参加了 陈海和林峰在夏婉容的质问下 将二人帮李诞报名火灶风比赛的事 说了出来 夏婉容看着跪在地上二人说 你们帮小我报名 你们还觉得 你们做了件好事 我看你们两个肯定是有利所 知道现在外面的人 说你俩是什么 黑白双煞 训斥过二人后 夏婉容看向李诞询问起来 别听他们的 小五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李诞心想 比赛的前一天 正好我完成自律任务 到时候 我就是个底级大厨了 比赛肯定没有问题 正当李诞考虑时 夏婉容接着开口 这场比赛 我举双手支持你参加 今天的这道菜 我觉得很有希望入围 你现在已经凝气三层了 这次比赛获得的五万积分 正好可以 让你两三年后突破时 换一枚高品质的化缘单 听到夏婉容的话 林峰二人恐慌起来 这是要拉十八分的人一起陪葬啊 考虑到获取榜首 整个太华峰都有好处 李诞便答应参加这次的比赛 见李诞自己愿意参加 夏婉容也同意参加了 陈海和林峰顿时开心起来 不用继续被师娘骂了 下一秒听到夏婉容说 你们来正好 既然你们那么体小五 正好尝尝小五研究的新菜 二人立马从天堂跌落地狱 在尝试过李诞做的四喜丸子后 林峰惊呼起来 这真的是师弟你研究的 简直难以置信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菜 美味 太美味了 我已经无法用词语来形容了 陈海边吃边说 老四说的对 刚才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是师娘交给你的 此时 夏婉容神色冰冷地看着二人 我做得很难吃吗 哦哦哦 原来你们一直是这么想我的 轰的一声 造坊便发生了爆炸 随后陈海二人的求饶声传出 师娘 我知道错了 饶命啊 林峰二人不小心将夏婉容 做饭难吃的事情说了出来 就遭受到夏婉容的狂轰乱炸 在被夏婉容做过后 林峰顶着自己的猪头说道 没想到小五做饭那么好吃 这次比赛拿个前五 李旦没问题 夏婉容俯视着林峰说 这几天你们好好陪小五锻炼足 他需要什么食材 你们负责当他掌 林峰二人答应后 夏婉容向李旦做了四喜丸子的做法 便准备离开道 去做四喜丸子 那天真是一天 在李旦的练习中 时间渐渐流逝 来到了比赛的几天 此时太华风山脚下 一位侍从向包友为补了 少爷 位置清理干净 可以开始 包友为 看向上方的太华风笑道 这让我好好起床 李旦 你究竟有个能耐 包友为来到一处山洞中 变盘稀坐在清理好的石台上 运转自己的法力 开始构建火灶风风主的成名绝技 风系法阵 传说根据修为的高低 风系法阵最远能闻风三百里 也不知道真假 正当侍从们窃窃私欲时 石台上盘坐着的包友为 成功构建风系法阵 在包友为上方 一个包友为模样的虚影 开始渐渐汇聚形成 待虚影汇聚完成后 包友为便控制着虚影 飞出山洞 向着上方的太华风飞去 包友为来到太华风上方后 开始寻找起李旦的死在地 此时造房内 夏宛如露满地询问起来 我说 你为什么也要来这 我不是会做饭跟你吃吗 田正尴尬地回答 小五这么努力 我身为小五的师尊 怎么能不来给他下游呢 绝对不是因为你做的 不好吃才来的 陈海见师尊有难 立马出来转移话 小五中间做的什么 味道怎么那么好 夏宛如自信地说 这是我的关门大弟子 肯定不会出错的 你们就等着瞧吧 此时 包友为顺着吹火的味道 来到了厨房 准备查看李旦在做什么菜 包友为来到太华风山下 用出火造风绝学风系法阵 探查李旦的厨艺怎么样 李旦尝了尝自己做的菜 太棒了 就是这个味道 真让人怀念的味道 正当李旦迫不及待的 等着新菜出炉时 包友为顺着吹烟 来到李旦背后 包友为闻起锅中 飘散出来的味道 希望分辨出是什么菜式 李旦见新菜已经完成 便迫不及待的揭开锅盖 一揭开锅盖 一股强烈的刺激味道 便迸发出来 包友为立马闻到 这刺激的味道 什么 这个味道是 竟然是 此时山洞内的包友为 因为受到味道的刺激 惊恐的张开双眼 整个人冷汗直冒 下一秒 包友为直接难受的 将午饭给吐了出来 身后虚影也发出 噼里啪啦的声音 渐渐碎 一番清空肠胃后 我还以为两位师兄 是在扰乱视听 没想到 竟然是真的 那个混蛋 他究竟是在做什么 难道他是 在做米田供吗 李旦却并不知道 包友为偷看过自己 一番点缀后 终于将密制螺蛇粉完成了 在品尝过后 夏婉容不可置信的说 虽然闻着怪 但是味道却超级好啊 田真也非常的吃惊 这真的是 小五你自己钻研的 真是不可思议 陈海和林峰二人则是 一边说着好吃 真好吃 一边吃溜吃溜的 疯狂缩着螺蛇粉 就在众人缩粉时 系统界面谈出 丁 坚持做饭一个月 自律任务完成 奖励宿主天赋神通 回溯天香 此天赋可以回溯菜肴做法 检测其中是否有毒 李旦在新菜选定比赛的前一天 完成每日做饭自律任务 获得奖励 天赋神通回溯天香 李旦看着系统奖励 天赋神通回溯天香满是疑惑 这神通是什么意思呢 就在此时 系统界面一边提示起来 吃是最好的安慰 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 下一次自律任务 不定时开启 为了试验天赋神通回溯天香 究竟有什么作用 李旦便用手指倾顶桌上的螺蛇 在心中轻轻默念 回溯 似乎从碗中迸发出来的 在李旦的脑中 自己被螺蛇粉中的粉柴绕上 豌豆 酸笋等悬浮在身边 汤汁将所有食材和自己包裹在里面 李旦就仿佛看到螺蛇粉的前世今生 和整个螺蛇粉的料理过程一样 此时的李旦心中无比震惊 过槽 竟然可以用影像的方式 在我脑中回溯 期待了一个月的神秘天赋 果然没让我失望 这个天赋神通绝了 有了这个天赋神通 就再也不怕别人下毒了 还可以偷诗 真是转骂了 田赋见李旦特别的开心 明天的比赛 陆诗瑶也会露面 所以李旦都开心起来 估计他正在幻想 女孩看着他认真做饭的帅气样子吧 夏婉容不满看着田赋的说道 我看那丫头就是没眼光 我家旦旦有文采 有样貌 做饭又好吃 明天你做评委 你知道该怎么做的吧 田赋回答起来 虽然我会投小五 但也要讲公平公正的 老三 老四走吧 让小五好好休息 田赋走到门口看向小五 似乎想要说些什么 李旦问道 师父怎么了 田赋微微一笑 没说什么就走了 李旦在跟田赋白白的时候 凌峰叫住了李旦 凌峰拿出一瓶丹药递给李旦 小五这是我和三师兄送给你的礼物 两颗上等清零丹 可助你挥足精神力 李旦连忙拒绝 次品丹药太贵重了 这我不能说的师兄 陈海一把将凌峰手中的丹药 抢了过来 塞到李旦手中 拿着吧 羊毛出在羊身上 李旦看着手中的丹药 这就是家人的感觉啊 放心好了 明天我一定会赢的 火灶峰举办的新菜选定比赛 终于要开散了 今日的火灶峰上 因为比赛变得人生顶沸起来 比赛场地评委席内 田赋向朱宇云说 你好歹 也是一风之主 注意下形象啊 师妹 朱宇云无所谓的回答 反正现在 他们都认为 我是个灭绝师尊 形象有啥用 陆师瑶作为评委 来到位置后 就开始寻找起李旦的身影 李旦呢 他还没来吗 此时的天涯海阁的弟子们 也陆陆续续的进入观众席坐下 等待着比赛的开始 陈海和凌峰也来到比赛场地 这次比赛现场的人数 还真是让人感到震撼 正当众人闲聊时 天空中传来一声嘹亮的声音 引起观众们的注意 来了 来了 大家万众期待的比赛即将开始 这次比赛将由我喵玲 和我的搭档龙 担任裁判监波报员 随着喵玲的声音传出 比赛场地内 观众台上的观众们 顿时积积喳喳地欢呼起来 喵玲没有受到影响 继续开口道 首先要向大家介绍的就是 落落在赛场正中央房间的比赛 主要评委 天涯海阁十八峰的风主们 接下来 就是风主们下方房间内的评委 十八峰青传弟子们 喵玲介绍完风主和青传弟子后 加大了声音 继续介绍起来 最后的最后 就是重量级嘉宾了 那就是落坐在赛场四座山峰之上的 天涯海阁五位太上张了 最最最最后 那就是我们的参赛选手了 出来吧 我们的参赛名单 随着喵玲的呐喊声 空中的喵玲身后 轰得亮起一道耀眼的光柱 直冲天际 一个通过原力凝聚的巨大光幕 便出现在空中 观众们都看向天空中的光幕 寻找起自己在意之人的名字 在什么地方 此时的李旦 在一番寻找后 终于找到了比赛场地 终于找到了 明明那么大个比赛场地 为啥这么难找 火灶风举办的新菜 选定比赛开赛了 解说员喵玲向众人 介绍起各位评委 介绍完评委后 喵玲继续说道 比赛开始之前 有请我们的主办方火 灶风风主包云天 为大家讲话 只见一个身影 出现在比赛场中央 虽然我是主办方 但是让我讲话 还是太夸张了 今日感谢大家 参加我火灶风举办的比赛 反废话也不多说 就简单介绍下吧 我从昨天就留着肚子 等着尝菜呢 五位台上长老 他们也不希望过多介绍 只是单纯来尝菜的 至于十八峰的风主 还要我介绍 你们就太丢人了 至于小一辈的也一样 那么请参赛员入场吧 剑包云天说完了 喵玲接着开口道 在一番不怎么精彩的演讲以后 有请我们的 今天的主角们入场吧 在喵玲的呐喊下 通向赛场的入场 通道大门缓缓打开 大门打开后 参赛通道内的选手们 便叽叽喳喳地走了出来 向比赛场地去 寻找自己的比赛位置 阁楼上的陆诗瑶 开始在人群中的 寻找着李旦的身影 李旦呢 他在哪 他没来吗 就在此时 一道喊声引起众人的注意 但神来了 等了好久了 李旦则不慌不忙地走上前 早上耽搁得太晚了 差点没赶上 人还真是多啊 还是第一次这么多人聚在一起 朱雨云看着李旦 惊讶地向田镇说 田师兄 你这小徒弟不简单啊 看他现在的样子 这是刚刚突破呀 身轻气轻 自身灵力都外溢了 陆诗瑶也发现李旦的变化 立马吃惊起来 学习烹饪的时候 自身境界还能突飞猛进 他到底还能做到 多少让人意想不到的事 此时 李旦感觉到评委席上 陆诗瑶的凝重视线 疑惑地看向评委席 李旦看到 陆诗瑶正神色冰冷地 看着比赛场 似乎盯着自己一样 为了确定陆诗瑶 是不是盯着自己 李旦直接反复横跳 我闪 李旦确认是陆诗瑶盯着自己 疑惑起来 这女人是谁 为什么总盯着我看 难不成 有病 李旦为什么会不认识陆诗瑶呢 只因为 李旦从第一天 接到自律任务开始 直到99天告白结束 李旦一直完全看不清 陆诗瑶的样貌 李旦发现 陆诗瑶一直盯着自己 经过一番思索 发现自己并不认识对方后 便不再管对方是否盯着自己 禁止走向自己的比赛灶台 在将自己的厨师服 和手套穿上后 便拿出自己一直使用的菜刀 准备比赛 此时 解说员喵琳 开始宣布起本次比赛的具体规则 宣布完毕后 喵琳大喊一声 比赛开始 首先 我们先将目光给到 阴洛峰的下位选手 他正在聚精会神的挑选食材 他的食材是 呃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很像是从某男老表那带来的 此时的李旦 拿出部分自己准备好的食材 这些食材 全是用灵拳浇灌的食材 只见李旦手持菜刀 咔咔咔地切起自己拿出来的部分食材 在李旦对面的包友为 一直死死地盯着李旦 难道这家伙 又要做一泡屎吗 为什么看这家伙做饭的架势 总有一种 不像是在做饭给人吃的既视感 李旦感受到对面的视线 非常的不爽 怎么这人也老盯着我 我得罪过人吗 在将准备好的食材切好后 李旦将所有食材投入锅中 随后 便将自己用灵豆精心制成的豆腐 放到菜板上 陈海见李旦拿出豆腐 小五该不会要做臭豆腐吧 其他观众在李旦拿出豆腐后 立马呐喊起来 淡淡师弟 这就开始把持不住了 这不就是 我想吃你豆腐的意思吗 淡淡师弟加油啊 不然选我也是可以的 陆师尧听到观众们的呼喊后 立马害羞起来 这个流氓 就在此时 观众席上的夏婉容大喊起来 小五给老娘冲 太华丰的众人 在背后拉起一个横幅 大声加油呐喊起来 加油声音之大 让喵铃都不爽起来 我说 观众声音小点 我才是解说员 会影响我播报的 新菜选定比赛开始后 喵铃因为夏婉容加油声太大 和夏婉容吵了起来 在一番嘴炮后 喵铃继续播报起来 哦 夏婉选手要动了 看来他已经决定好用什么食材了 只见黑压压的锅内 一个黑影从锅内跳了出来 向夏婉发起攻击 夏婉发出一声冷哼 一记手刀斩出 便将黑影直接拦腰斩断 头颅部分掉落到盘子中 喵铃看清食材后继续播报 这这这 这是毒蛇 真是大胆的食材啊 由于夏婉选手的食材 太过危险跟恶心 所以被淘汰了 被淘汰的人 会有特别的淘汰一事 听到喵铃话后 在夏婉诧异的时候 夏婉脚下的地面开始崩裂 裂缝处射出强烈的光线 此时的夏婉 还在经历是什么惩罚时 夏婉所在的地方 便火光冲天 发生了巨大的爆炸 看到这一幕 选手们都紧呆了 什么 这做得也太狠了吧 此时的十八峰峰主 惊讶的开口 你们挺下本啊 借机搞土地开发吗 包云天连忙解释 这不是我设计的 是谁在比赛场地埋炸药 喵铃微微一笑 回答起众人的问题 没错 就是我弄的 比赛最重要的 就是节目效果呀 我可是非常有经验的播报员 肯定会对比赛的节目效果 尽职尽责 大家都是修真者 被炸一下 又不会死掉 听完喵铃的话后 许多参赛选手害怕起来 开什么玩笑 谁要陪你玩命 开门 快开门 我弃拳了 喵铃在众人眼中 已经非话了 已经开始的比赛 任何人都不能干预中断 还有 我刚刚好像听到有人要弃拳 只要说出弃拳两个字 也当作淘汰处理 想要继续比赛的选手 请避开别人的炸弹 并且完成自己的菜品吧 至于你们那些不合格和弃拳的 就全部淘汰吧 说完 比赛场地内 就发出咚咚咚的连环爆炸声 和惨叫声 包云天剑场地都快没了 立马向天空大喊 再炸下去 就真的没人能比赛了 喵铃回答道 放心 专业的我怎么会允许 比赛进行不下去 这种业余事情发生了 我心里有数 从比赛一开始到先走 完美避开了爆炸的骚扰 并且全神贯注比赛的 只有两个人 真正新菜选定的比赛 现在才是正式开始的 在喵铃贯彻自己的专业素养下 火灶风新菜选定比赛场地内 发生了连环爆炸 李旦在一段时间的吃惊后 便开始全神贯注的 做着自己的料理 不再理会身边的爆炸 见李旦继续做饭 包有为轻声道 这么快就继续做起来了 这家伙确实有两下 李旦看着自己的食材 回想着自己 今天要做的料理 这道料理 是非常受大众喜爱的宴会料理 是每逢喜事倍感亲切的料理 是能唤起我无数次随分子的 痛苦回忆的料理 是非常适合吃喜的大锅菜 正当李旦专心做大锅菜时 一个黑影出现在李旦身后 向李旦缓缓靠近 黑影正是包有为 请来干扰李旦的 什么厨艺比赛 我根本不会做菜 我来这 就是为了蹭点积分 不过趁这个机会 可以卖个人情给包有为 何略而不为呢 小子只能怪你运气不好 趁现在爆炸扰乱了视线 我正好可以下手 黑影一个跨步向前 右手成虎爪 向李旦背后抓去 小子 你今天就到此为止了 就在即将击中李旦时 李旦正好因为处理食材 需要侧身 幸运地躲过这一击 躲过去了 不可能 他不是跟我一样 名气三层吗 怎么可能察觉到 黑影没有迟疑 再次用出一击横扫 攻向李旦 李旦同一时间 也蹲下天柴火 再次躲过攻击 黑影见攻击被躲过 立马调转攻击 向下方的李旦攻去 小子 你的好运到头了 这下 我看你怎么躲 就在此时 李旦突然想起来 自己忘记切辣椒了 立马起身准备去切 起身时却不小心 一头撞到身后之人 因为直接撞到了面部 黑影直接被撞晕过去 丧失行动努力 在黑影被击晕后 李旦对面的包有为身后 再次出现一个人 那个废物果然靠不住 小包总放心 这可是我精心培育的凶兽 我已经练习两年半了 随即便将灶台上的笼子打开 去吧 迅猛坤 给我冲烂他的灶台 只见几只头顶书本的坤坤 从笼子里面冲了出来 因为比赛场地内 发生了连环爆炸 包有为请来的帮手 便明目张胆地开始下黑手 只见四只坤坤 被人释放出来 从四面八方 向着正在做饭的李旦 发起攻击 就在其中一只坤坤 即将踩到李旦的菜时 幸好李旦及时发现 将整个锅给拿开 躲过坤坤的攻击 此时狗腿子坏笑起来 吓到了吧 这些可是 我用重金喂养两年半的战斗坤 他们的鸡爪 已经可以披衫断月了 正当狗腿子以为得逞时 李旦不知道 从哪拿出一锅汤 将一只发起攻击的战斗坤给接住 其他几只战斗坤 见同伴被炖了 立马四散而逃 而李旦则立马盖上锅盖 正愁没有鸡精 这下 剑狗腿子再次失败 包有为生气的说 一群废物 真是指望不上你 看来 你们是搞不定他的 想要挫败他 还是要用实力说话 就让我用料理堂堂正正打败你吧 在包有为决定不下黑手后 便没有人再打扰李旦 二人开始认真地准备着 此次比赛的料理作品 在一段时间的烹饪后 李旦缓缓举起自己左手 向裁判和评委 示意自己的料理完成了 包有为见李旦比自己更快完成料理 立马加快手上的速度 可恶 我怎么能输给你 在包有为完成料理后 喵林开口道 没想到 这么快 两位选手就做好了 看来爆炸丝毫没有影响到两人的发挥啊 真是让人不爽 那么现在就有请各位评委 想用两位选手的料理吧 反正原作里面没有写其他人 直接让这两人比试 就对了 田真在拿到料理后 吃都没吃 就直接互独子地打出评分 李旦十分 包有为六分 包云天只是尝了下包有为的料理 也是互独子地 直接打出评分 包有为十分 李旦六分 朱宇云见两位丰主这样互独子 在心中讽刺起二人 这两个家伙也太没下线了 陆诗瑶轻轻地夹起李旦的参赛料理 准备品尝 这就是他这次的料理 为什么不是麻辣红焙锅 在尝过一口李旦的料理后 朱宇云和陆诗瑶立马受到了冲击 感觉整个舌头似乎含着一块烙铁麻辣生香 豆腐直接软嫩地顺着喉咙进入腹煮 这感觉 就像是整个人在夏日的大海边 人身上下每一个毛孔 让人恨不得赶紧钻进大海里 希望得到大海的冰凉包裹全身 这味道让魏蕾得到了久违的满足 这就是幸福的味道 虽然有人偏帮 但也有人公正地品尝起二人的参赛料理 在一番品尝过后 李旦和包有为的比分竟然打平了 火灶风新菜选定比赛来到了最后评分环节 没想到李旦和包有为的比分竟然打平了 喵琳看到比分打平了 安抚起躁动的观众 大家稍等一下 我这边看看投票信息 在仔细核对后 喵琳给出了解释 这边名单上显示 时时没有投票的是 英若峰的陆诗瑶 李旦听到陆诗瑶的名字后 惊恐起来 他是陆诗瑶 怪不得他盯着我看 连续骚扰了他99天 肯定恨死我了 玩犊子了 万一真是他 很有可能会公报私仇 给我打很低的分数 众人也开始议论纷纷起来 为什么他不跟着人群投票呢 难道说 要趁此机会和淡淡 来做一个了断 正当众人议论纷纷时 陆诗瑶放下手中的筷子 走到窗户边 似乎有了决定一般 见众人的注意力 都在自己身上 陆诗瑶顿时慌了 我明明在享受美食 怎么目光都跑到我身上了 他们到底吃没吃啊 见陆诗瑶半天没有说话 众人又开始议论起来 陆诗瑶肯定是 对这两道菜都不满意 想要一个交代 听着众人的议论 陆诗瑶直接放弃思考 麻烦能再给我来一份一样的吗 顺便来他算 听完陆诗瑶的话后 众人有吃惊的 也有疑惑的 这人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见众人同意 给自己重新上了一份后 陆诗瑶顿时开心起来 咦咦咦 又能吃到美食了 当陆诗瑶品尝美食时 太上长老之一的宋长老 走了出来 你们二人说说自己的料理吧 不然这小姑娘 没法做出选择的 包有为立马抱全行礼 晚辈包有为 今日我做的面名叫八宝面 八宝是魏勇 李 忠 信 一 晚辈是希望天涯海格的师兄弟们 发扬优秀品德 听完包有为的解释后 宋长老向包有为轻点一下头 随后开向李诞问报 那么你呢 李诞 为了方便陆诗瑶做出决定 宋长老让李诞和包有为 说出自己要求的含义 在包有为诉说完后 李诞开始包装起自己做的大锅菜 我这道菜叫龙形酒院 我被修饰能发光发热的是 我们自身 天行剑 君子以自强不息 帝氏鲲 君子以后则歹悟 无为李诞 愿我天涯海格 人人如荣 亦飞冲天 宋长老听完二人的诉说后 满意的向陆诗瑶说 两个作品我都挺重要的 小姑娘 你觉得呢 最终的决定权 还是落到了陆诗瑶手上 可是两道料理都很美味 让他犹豫不决起来 此时的李诞认为 陆诗瑶不会给自己高分 开始思索起来 这家伙还是有点本事 毕竟是火灶风的传承 我还是太可惜了 仅凭一碗面 就能和自律系统 研发的大锅菜比肩 该怎么才能打破这个局面 李诞思索时 无一时的情况下 对着包有为的料理 用出了技能 回溯天香 随后 李诞的视野内 便出现了 包有为料理所需的食材 和料理的实现过程 并且给出了这道料理改良方案 看到系统给出了料理的改良方案 李诞顿时想到了 该怎么打破这个局面 随后 李诞便开始根据系统 给出的改良方案 再次开始制作起新的料理 包有为看着李诞的料理过程 惊讶地发现 这家伙 竟然在做我的八宝论 还是改良版 随着料理的完成 李诞大喊一声 各位评委请收好 羞羞羞的几声 数分料理便飞向了评委 随后拱手向评委们说 弟子无论如何 都希望得到第一名 所以 弟子想用改良的八宝面 挑战包师兄 郑当众评委 讨论是否同意时 包有为同意了李诞的挑战 就让我看看 你的八宝面 能到什么程度吧 在得到系统的改良方案后 李诞做出了改良版的八宝面 决定用这个料理 进行最后的比拼 看到李诞这样的操作后 林峰猜测起来 小五这是为了帮陆诗瑶解围 也为自己拼机会 原本如果陆诗瑶选择了李诞 这样会让职业料理的火灶风 颜面尽失 但是因为料理一样美味 却被迫选择包有为这行为 是李诞作为男人绝不允许的 所以 李诞决定使用对方的料理进行抵拼 因为是一样的料理 输了正常 赢了也不会博了各位风主的面 在改良版八宝面 送到评委面前后 随后各位评委便开始 重新品尝李诞的改良版八宝面 朱语云品尝过后 慧心一笑 诗瑶啊 现在不用吃 也能知道心里的答案了吧 陆诗瑶在品尝完毕后 脸上写满的开心 缓缓说道 十分 我给李诞打十分 陆诗瑶评分后 除了包云天这位包有为的父亲以外 许多风主长老 也重新给出了十分的评分 听到评委们的重新评分 包有为生气的准备尝试李诞的八宝面 你们绝对是有私心 他的八宝面 绝对不可能做得比我的美味 品尝过李诞的八宝面后 包有为不甘起来 手上的碗也不自觉的滑落 这家伙 明明只是个门外汉 明明只是个毫不起眼的小弟子 明明我还是站在你这边的 一番愤怒后 包有为缓缓说出了一句 我输了 承认了自己的失败 李诞通过改良包有为的八宝面 成功的获得了评委们的满分评分 也让包有为服输了 李诗帝 恭喜啊 没想到你只是稍微看看 就能成功改良八宝面 我愿赌服输 剑胜负一分 喵琳宣布起来 本次火灶风的厨艺大赛冠军 是太化风的李诞选手 亚军则是我们火灶风的小包总 此时 陆诗瑶出现在比赛场地内 在李诞背后腼腆的说 李诞 恭喜啊 恭喜你拿到冠军了 这话让正在交谈的包有为都吃紧起来 陆诗瑶 他怎么过来的 李诞见识陆诗瑶 立马尴尬的回答起来 陆诗瑶 多亏了你啊 没有你 我不可能拿到冠军 谢谢师姐你啊 听到李诞教自己师姐 陆诗瑶生气的问道 没别的可说的了 李诞顿时害怕起来 坏了坏了 他果然还在为之前的事生气 见李诞不说话 陆诗瑶便打算转身离开 没事 你再接再厉 我还有点事 就先走了 李诞刚想解释什么 陈海和凌峰 直接诸突猛进的抱住李诞 小师弟 你真是太棒了 以后我们吃饭都便宜了 看着气走的陆诗瑶 和打闹的李诞 包有为顿时看开了 小老爹 你这招玉琴故纵 我以前怎么没想到 不过 现在就算近距离看到 也没有心动的感觉了 看来之前只是觉得漂亮 想要占有而已 并不是真正的喜欢他 在李诞师兄弟打闹结束后 包有为项李诞说道 李诗弟 我希望你能成为我们的造坟顾问 帮我们改良下以往的固定太阳 李诞听完后 反正自己有戏统帮忙 便答应了下来 好啊 我试试看 朱语云也起身向田振告辞 恭喜阿老田 终于结束了 溜了溜了 你去庆祝吧 估计你家那口子 今晚会要求好庆祝一把吧 此时 一名黄衣女子 受自己姑姑的指引 来到天涯海阁 寻找普权普音符的契机 她又会与李诞发生什么故事呢 李诞在获得厨艺大赛的第一名后 因为没有新的自律任务 便在食堂开启了饭店 刚当到饭店 陆诗瑶就被自己的师姐们 拉着去吃饭 只是希望李诞能因为陆诗瑶 多给自己加点看 陆诗瑶听着自己师姐们说 都是因为沾了自己的光 才能少排队这些话 无奈地说了一句 她自己的努力 与我有个关系 此时 林峰像正在旁边 窗口忙碌的李诞说道 小五 我们这边太忙了 你过来换下窗口 李诞刚换到新的窗口 发现是陆诗瑶 还听见了陆诗瑶刚刚说的话 立马实话起来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果然她还是生气 在看到竟然有麻辣小龙虾后 陆诗瑶拍着柜台说道 这个 就是这个 我要这个 愣着干嘛呢 见陆诗瑶刚刚还在生气 现在又如此的着急要这道菜 李诞便将所有的小龙虾 都给了陆诗瑶 此时将一切看在眼中的 包有为相的弹道 如果你 还要继续追陆诗瑶 我尽最大力帮你 反正我是不追了 其实陆诗瑶的爱好是音律 你可以从这方面着手 再加上好吃的饭菜加持 成功率很大 李诞则无奈道 包师兄 我早就放弃了 做饭我还凑合 我可是天生五音不全 根本不懂音律 李诞刚说完话 系统提示音就响起 捕捉到关键词 触发新的自律任务 每天聆听十首音乐 坚持一个月 看到系统竟然让自己 去学习音律 李诞立马抱起粗口 问候起自己的自律系统 李诞因为包有为提了一句音律 便再次接到了新的自律任务 只能前往千音店学习音律 天涯海格的千音店 并没有男弟子 李诞又是刚刚获得 厨艺大赛冠军的人 刚一到达千音店的大门口 就吸引了千音店 诸多女弟子的注意 为了和师姐们搞好关系 李诞拿出自己准备的东西 吆喝道 各位师姐好 这里有免费的蛋糕和奶茶送 女弟子们看见李诞免费送吃的 立马来了兴趣 诞典免费送吃的 快去看看 去晚了就没有了 正当师姐们品尝奶茶蛋糕时 千音店的卢同师傅 克斥起众人 上课时间 你们聚集在千音店外 吃吃喝喝 成何提吐 李诞看到卢氏身后的黄衣美女后 立马感觉到惊艳 这个女孩虽然没有刻意打扮 但眼神里透露着深邃与空灵 让人不自觉的陷阱 就在两天前 美女因为天音谷的传承考核 来到天涯海阁 寻找补全古音谷的机缘 这是最后一家了 再找不到补全古音谷的机缘 传承就只能归别人了 就在此时 朱语云出现在美女身后 玲玲 你怎么跑到这地方来了 可真是让我好找啊 玲玲转身发现是朱语云 立马打起招呼来 你好呀 朱师伯 姑姑非要让我来这里找朱师伯 寻找灵感 朱语云微笑着说 你这是找我吗 自己都快走丢了 随我走吧 我先带你去阴洛峰安顿一下 玲玲尴尬地回答道 师伯有所不知 这次是天音谷的上谷传承 天涯海阁毕竟是业余的 应该也给不了我灵感 你说对不对 时间回到现在 玲玲生气地说道 不是说天涯海阁 只允许女孩学习音律吗 怎么有男人在这 估计又是一个死粮炮 听完玲玲的话后 李旦和朱语云有着一样的想法 这姑娘是真不招人待见 李旦因为系统的自律任务 来到千音殿进行音律学习 接下来一个月 我李旦要叨了大家了 我给你们带好吃的 李旦刚介绍完自己 一坐下 就有几名女弟子调戏起李旦 旦旦弟弟这几天辛苦了 快到几次阵来 此时如实开口道 今天除了欢迎李旦外 还有一位来自新宫的弟子欧阳玲 也再次学习一段时间 因为之前见面时 玲玲说李旦是个恶心的娘炮 李旦非常的顾俗 我跟这丫头绝对合不来 正当众人吵闹时 卢诗开始分配众人上课的作物 然而卢诗却像是故意的一样 将互相不对付的俩人 分配成同桌 就在此时 系统发布及时任务 威胁起李旦 与欧阳玲搞好关系 任务成功奖励音律熟练度50 任务失败 延长自律任务时间 面对系统的阴危 李旦只能拿出准备的蛋糕 师姐坐在一起就是缘分 这是我给你留的蛋糕和奶茶 你尝尝看 玲玲则不爽的说 为什么我要吃你这个死娘炮的东西 话说谁是你师姐 你看我像是比你大吗 随后 玲玲便闻到 蛋糕散发出来的诱人芬芳 只能傲娇的说道 看你这么诚心实意 我就勉为其难尝一尝吧 玲玲拿起蛋糕咬了一口后 立马受到了蛋糕带来的冲击 真是太美味了 怎么会这么好吃 玲玲连忙询问李旦 这个是怎么做的 这个真好吃叫什么名单 随后二人便开始交流起蛋糕的做法 让卢师都喝止起来 你们两个在房案上课 就给我出击 欧阳玲在品尝过李旦带来的蛋糕和奶茶后 二人便友好的聊起蛋糕的做法 卢师在喝止过李旦二人后 向自己的得意门声婉月道 婉月 你先弹奏一曲 示范给他们看看吧 随着婉月的弹奏 李旦也获得了系统给的奖励 恭喜助主聆听音律 音乐属性加一 加五 加三 加七 凌凌却无聊的询问起李旦 你一个大男人 为什么要学音乐 你厨艺方面这么有天赋 何必在这上面浪费时间 身旁的师姐回答起来 欧阳妹妹你有所不知 她可是我们宗门出了名的情圣子 她学这个 可是为了心中的女神 凌凌一听 这是有大八卦 连忙靠近师姐 这位师姐得重复 能不能说说这家伙的事 让我八卦一下 师姐开始娓娓道来 我叫顾千叶 这是要从几个月前开始说起 几个月前 她向陆师妹连续表白 几十九天都被人写成了情话本 之后又学习做饭 成为了厨神 后来打听到陆师妹喜欢音乐 便再次来到了这千音店 开始学习音律 哎嘿 我这里珍藏了一本《淡淡名言》 你要不要看看 说吧 顾千叶便拿出一本小册子递了过去 几几立马八卦的拿起淡淡名言 快速的翻阅起来 哦 这么惊爆啊 竟然在大庭广众下 说出这些话 随着不断的翻阅 几几似乎进入了某种感悟中 这些句子明明很普通啊 但是读起来 却有一种独特的节奏感 每一句都简单明了 却像是拥有生命一般 心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波动 就是这种感觉 这次是真的来对了 补全古音谱有望了 随着几几的不断翻阅 对李旦也是越来越好奇 难道这家伙 不仅对厨艺有着天赋 对英律也有着过人的天赋不成 欧阳林在翻看完蛋蛋明年后 看到了补全古音谱的机会 刚下课便叫住了起身的李旦 想要询问些东西 话还没说完 李旦便说道 一天吃太多蛋糕会长胖子 我就先走了 明天再给你蛋 说完便一溜烟跑了 随后李旦便来到了金丹店 准备听从师娘的建议 用厨艺大赛赚的20万积分 兑换一颗话云丹 不知道谁喊了一声李旦在这 金丹店内的诸多弟子 便将李旦包围了起来 李旦师兄 能不能麻烦你 帮我传达一下情书 李旦只能无奈地 答应了众人的要求 直到晚饭时间 李旦才挣脱众人的包围 回到太化风上 刚一进门 夏婉容便向李旦说 千英殿来朋友了呢 都已经等你半天了 还不快去准备晚饭 见师娘催促自己做饭 李旦只能拖着自己 疲惫不堪的身体和心灵 去准备晚饭 一番准备后 李旦直接趴在桌子上 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 好累 好想休息 晚饭过后 听见田正让自己 送欧阳林回去 李旦直接大脑当机了 差点没打过去 送了欧阳林一段路后 李旦在欧阳林身后抱怨道 差不多就得了 你能自己回去吗 你跑过来 不会就是为了蹭饭吧 欧阳林转身调戏其李旦 你说对了 而且我明天还要你 是因为爱的力量吗 让你的厨艺变得这么好 就在此时 李旦看见欧阳林周身 被一股死气缠绕 之前怎么没发现 这女孩被人下毒了 是因为回溯天香吗 李旦通过回溯天香 看到欧阳林周身 被死气缠绕 很明显是被人下毒了 而且他中毒的时间 已经不短了 但是 目前的李旦 也看不出来是什么毒 随即李旦便叫住了欧阳林 欧阳 你先别走 我跟你说件事 在听完李旦的话后 欧阳林发动技能 不招人待见之术 大笑的说 你是不是有病 我中没中毒 我自己能不知道吗 李旦无奈地解释起来 你是食物中毒 下毒者利用食物相克的道理 在你体内 积累了七八年的毒素 见欧阳林 依旧不当回事地大笑着 李旦只能说了一句 信不信我有你 我走了 便转身离开了 李旦并不知道自己走后 欧阳林的笑声 便渐渐地停止了 整个人如同因害怕 而失去了意识般 眼中含泪地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之后的日子里 欧阳林还是大大咧咧的 白天上课 晚上太华风蹭饭 似乎并没有将李旦的话 放在心上 一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了 卢师也在李旦课程的最后一天 让欧阳林演奏一曲 给大家听听 演奏完毕 卢师宣布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接下来还有一件事 进来吧 李旦和欧阳林看向门口 惊讶地发现 陆诗瑶身穿演奏服 站在门口 我都忘了 他也是学音律的 之前咋没见他呢 顾千叶向二人解释道 陆诗妹是师尊的官门弟子 由师尊亲自教导 不需要每天来上课 本来陆诗妹早就该踏入花园境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一直到现在 也没有突破 在陆诗瑶走到座位坐下后 卢师右手凝聚林立 轻轻一挥 一份乐谱便出现在众人面前 在李旦学习音律的最后一天 下课时 卢师在众人面前 展示一份乐谱 欧阳林立马发现 这份乐谱并不完整 卢师直接说道 我也不卖关子了 这是处于未完成状态的曲子 直到现在 也没有人能很出色的 将刺扑不去 这曲子的作者 便是诗瑶 这也是困扰他许久的一个心境 今天我将这残谱 作为对你们的考验 谁来试试卢琴这首曲子 听完卢师的话后 欧阳林才想起 自己来天涯海德的初衷 不也是为了卢琴古英谱吗 可是卢琴英谱太难了 在场诸多弟子 在尝试后接触言放弃 这太难了 我做不到 不愧是陆诗瑶 此时的李旦看着乐谱 总觉得在哪里听过 却想不起来 到底是什么歌 作为一个有强迫症的人 李旦便开始思索起 那是什么歌 虽然曲子是陆诗瑶做的 但是作为学生 陆诗瑶也努力的尝试中 希望能够补全曲子 解开自己的心结 随着不断的哼曲 李旦慢慢想起了一些片段 进一片段中 一位威风凛凛的将军 骑着骑马 下一个片段 则是在洞窟内 因为天寒地冻的天气 一名美女要主动抱住将军 想要为其取暖 回忆到这 李旦惊讶的一拳捶在桌子上 我想起来了 我说为啥那么熟悉呢 原来是神话的主题曲 然而一旁的欧阳灵 因为李旦的大声 被打到了思绪 随即一巴掌拍在李旦脸上 吵死了 李旦通过回忆 想起了需要补全的音谱 正是神话的主题曲 可是因为有几处音律需要修改 李旦不确定是否算是补全 欧阳灵听到李旦 李旦有想法补全这份乐谱后 非常吃惊地询问起李旦 你说你有想法 此时 卢师见无人愿意尝试 便伸手指向李旦 既然没有人主动尝试 那你先来试试吧 李旦 实际上卢师并不看好李旦 只是因为朱云吩咐过 让其找到机会 就好好练练李旦 不要让李旦过得太舒服 见卢师都点名叫自己尝试了 李旦只能无奈地开始改写乐谱 将乐谱不合理之处擦掉 改写成新的 陆师遥见李旦不是在填词 而是在改写自己的曲子 太过分了 怎么能随便改我的原曲 当即便要上前阻止李旦 只见李旦将最后一处修改完成 大喊一声完成了 随后 空中原本无序的乐谱 开始有序起来 此时李旦身后的陆师遥 看着新的乐谱 完全忘记自己 刚刚还要阻止李旦 就是这个旋律 我要的就是这个 其他师姐也称赞起来 我的天哪 这个旋律 太优雅了 让人不自觉就陷入曲中 太棒了 旦旦的音乐天赋 都这么高吗 看到李旦 竟然将乐曲改写成功了 欧阳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就是这个 这种死灰复燃 画龙点睛的冲击力 欧阳灵的右手 不自觉地抓紧了自己的腰包 如果是她的话 没准真有可能补全这本音 李旦在将陆师遥的曲子改完后 陆师遥呆呆地 看着新曲子 就是这个感觉 我苦苦追寻的就是她 随即缓缓闭上了双眼 下一秒 整个房子都开始震动起来 发生了什么 房子为什么开始震动起来了 只见千音垫上空 凝聚了大量的灵力 天空变得乌云蔽日 雷电交加 发出了轰隆隆的声响 此时众人才发现 陆师遥的异常 快看 是陆师妹要突破了 只见陆师遥周身缠绕着灵力 噼里啪啦地坐下 不一会 一股气浪从陆师遥身上扩散开来 陆师遥也完成了画原镜的突破 这就是画原镜 能到这个境界 也是多亏了她 在评浮了自己体内的灵力后 陆师遥带着开心的心情向李旦道 谢谢你 为这曲子取个名字吧 因为曲子是穿越前就知道的 名字也有了 李旦便直接回答起来 曲子名为神话 在一番赞赏后 今天的音律课也正式结束了 欧阳林一如往常一样 跟着李旦回太华峰蹭返 在前往太华峰的路上 欧阳林在一番纠结后 决定将补全古音谱的希望 放在李旦身上 随即便叫住了前方的李旦 正当李旦转过头时 欧阳林快步上前 用自己的手指向着李旦左眼戳去 再轻轻一点后 欧阳林收回了手指 随后 李旦立马捂住自己的左眼 痛苦地大喊起来 这是 这是什么 这感觉是 欧阳林解释起来 能看见了吧 这东西不是一般人能看的 我只能通过这种手段 随即 李旦便看到欧阳林身后 出现未完成的音谱 欧阳林继续说起自己的诉求 看到了吗 这就是我们新宫的上谷残谱 我想让你帮我补全他 李旦在被欧阳林戳了一下左眼后 看到了新宫的古音谷 得知欧阳林希望自己帮忙补全这份音谷 李旦立马愤怒地拒绝了欧阳林的请求 开什么玩笑 谁会帮一个突然跑过来 戳自己眼睛的家伙 欧阳林见李旦不答应 轻扎了下 再次快步向前 戳向李旦的右眼 李旦见攻击袭来 立马侧身躲过 见李旦躲了过去 欧阳林立马一记鞭腿扫向李旦 不要躲呀 刚才只是帮你开光了一只眼睛 还差一只眼睛 让我帮你把两只眼睛都打开 好好帮我看看啊 李旦立马向后几个翻滚 躲过欧阳林的鞭腿 连忙向欧阳林说道 冷静一下 听我说 就算是补 也不可能看一眼 就补全你的那个鹰婆 而且 你现在比起这个东西 更应该考虑你中毒的事情 欧阳林却如同风魔一般 那种事情 怎么都无所谓了 只要完成鹰婆 我回到新宫得到传承 到时候什么事情都能解决了 随后欧阳林身上 爆发出强大的威压 让李旦都心惊起来 坏了 这股强大的威压 这丫头发起疯来 现在的我制止不了了 正当欧阳林 想要继续动手时 欧阳林却突然跪了下来 抱住自己的头颅 痛苦的大叫起来 李旦立马想到 是毒性在灵力的催动下发作 别忙大喊 欧阳 你现在冷静点 不要动用灵力 见欧阳林完全听不见自己的话 李旦也顾不上 萦绕在欧阳林身边的庞大灵力 立马上前 想要阻止欧阳林 继续动用灵力 李旦还没靠近欧阳林 环绕着欧阳林的灵力 便发生了爆炸 随后 一个黑影便被发生了 李旦在空中稳住身形后 看着下方的欧阳林 根本没办法静身 更别说阻止他了 这种事后 由远程攻击手段做 就在此时 系统恰好地弹了出来 恭喜宿主完成聆听音乐自律任务 奖励宿主音记 七宝摩英 下一个自律任务开启 时间不明 进行 重新 李旦 李旦 鱼